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还记挂着你 少夫人才刚刚见好 你就想把我赶出去 你是不是巴不得少夫人死了 你一个奴婢 竟敢无视尊卑 对主子无礼 给我张嘴 你算哪门的主子 黄老爷 以后这丫鬟就是你的人了 带走 多谢夫人 小娘子 小娘子跟我回去吧 不是 我会疼你了 住手 走 兽夫人 你病好了 怎么 我病好了 很让你失望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流氏 你不过是因为我病重 暂留王家帮我打理家事的外人 立于熏心 换走家里的下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为律于举 将我陪嫁的丫鬟私自卖于他人 就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将你送官法办 来人哪 将王流氏和此人一起送入顺天府 是 别别别 别 你们疯了吗 你们 你们忘了是谁把你们招进王家的吗 是谁给你们阅言的 王流氏 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些人早就是我的人了 你 少夫人 不管我的事 我是被他骗了 黄老爷 你胡说什么 好啊 那你就写封陈情书 我就放过你 是 是 一定是 一定是 世子 你快救救为娘 你青年要被他送进官府了 你是世子爷 你不用怕他 以后整个王家都是你的 在这里 除了国公爷和夫人 就属你最大了 去啊 去啊 孩儿跟母亲请安 请母亲看在孩儿的面上 放过我娘 你既然已经过继到我的房中 他便不是你娘 让我放过他可以 但你必须当众下令 三日之内 这个王流氏和他带来的人 必须离开 没有我的允许 不得再踏入王家半步 世子爷 你就让他告去 我大不了就是杜埃及板子 我不怕 如若不然 我还会去顺天府 告你忤逆不孝 做了别人的四子 还由着生母无作非为 置我这个四母 于不顾 少夫人是连王家的脸面都不顾了吗 就算你连王家的脸面都不顾 可罗家世代官宦 是江南望族 徐家也贵为公亲 少夫人如若连这也不顾了 你尽管告去 现在就把王流氏给我送入顺天府 精灵 备马车 咱们也去 是 不 不要了 少夫人 少夫人 少夫人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马上就离开这儿 我求求您 我求求您放我们一马吧 精灵 待会儿看着这个王流氏离开 再把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都给我赶走 凡是从王家出去的人 一律搜身 若发现家里一件东西 就以偷盗之名送去顺天府 是 少夫人 少夫人 那王流氏离开了 是啊 次人一早便收拾包袱 带着他的人离开了 二姑奶奶还安排人在门口 一个个地搜查 这还真是二姐的风格 她总算没辜负你一番心血 不过 现在茂国公不管事 二姐他们孤儿寡母 还带着一个病重的婆婆过日子 我就担心 日后会有萧萧贤帮上门 虎婆 您让白总管 给顺天府通判下个帖子 让他们有事没事的时候 在王家门口转一转 火婆 你再拿二十两银子给白总管 让他请那些牙医门喝酒 是 放心吧 没有人到那边捣乱 那我替二姐 谢谢侯爷 少夫人 这是家里的账本 请您过目 好不容易 让这些 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如今想来 真像是梦一场 恭喜少夫人 从今以后 少夫人 就是这王府的女主人了 再也没有人敢小瞧你了 我虽然讨厌十一娘 可她有句话说得对啊 愿天尤人 于事无补 只有自强自力 方能有出头之日 十一娘 师父 十一娘 天大的好消息啊 看您这个样子 我猜多半是 咱们仙灵阁 有大胆生意了吧 比这还要好呢 你知道吗 宫里要举办万寿节 内庭人手不够 要征用民间绣房的绣品 咱们仙灵阁 因为技艺精湛 有了初选资格 这几天 要抓紧绣一幅绣品 沉进宫里 那若能被选上 咱们仙灵阁 就能因此 名扬天下了 到时候 仙灵阁的刺绣技艺 就能广为流传了 说得是啊 既是皇帝诞辰 总该好好想想 绣些什么吉祥花样 对了 快把笛稿拿来 咱们得好好想想 绣些什么 给我 你看看 绣哪个好 这个 好不好 麻姑献兽怎么样 棍衣莲花精也可以 这两个虽好 可要想脱颖而出 还得有个新奇主意才是 不如我们绣一幅百兽图 百兽图 我想着 我们用百兽图 做底稿 制一幅历史中堂 与前人不同的是 我们的百兽图中 那一百个小兽字 各有千秋 字体各异 无一雷同 其中 转 形 楷 草 等 无所不有 再结合 古往今来 所有名家的字体 取其万寿无疆之意 好啊 这个主意 当真是好 书法刺绣正见功力 而且绣娘们 也可以一展身手 就是 得找个人好好说说 这底稿 解师傅 欧公子 欧公子 解师傅 徐夫人在 这就更好了 负责这次寿宴庆典的是 欧丽行 正是我大哥 我寻思 此事必须要让你们知晓 他若知道你们参与其中 怕是会生出事端来 对你们不利 多谢欧公子提醒 我待会还要见一个客商 不必久留 我先告辞了 那我送走 好 公子慢走 此次 我们会向宫里 已经现白兽图 听闻公子比例看比明家 还想劳烦公子 为我们书写这底稿 不知是否会多有打扰啊 不过是举手之劳 锦师傅 你若是朋友 不必跟我客气 如此 多谢公子了 锦师傅 我先告辞了 好 那我先告辞了 这幅字真不错 虽然每个字体都不同 却毫无制色之意 浑然一体 无瑕可止 无血可及 侯爷 师姨娘 没想到你在书法上 竟有如此造诣 单亲书法并非我擅长 这幅字不是我写的 是欧燕行写的 你把他的字带回来做什么 这是刺绣的底稿 宫中正在征集 民间绣房的作品 争选出有品质的绣房 协助宫中 一起做万寿节上 能使用的绣品 先灵阁准备以此参选 一定要用他写的吗 师父觉得 欧公子擅长单亲书法 特意请他来写 要是另外找人 时间不够 又怕不合适 这字码 墨水凝塞 行笔急躁 一点都没有大家之气 随便写几个寿字 就献给皇上 不会过于单调乏味吗 侯爷 您刚刚明明 那侯爷 可还有更好的法子 心灵阁的事 你自己定夺吧 确定 更好 您的 这个 侯爷 小心点 别把水浸上去 侯爷在练字啊 怎么样 我写的字如何 侯爷字 那真是行云流水 比例比体 那你觉得夫人 会用我这幅字来做地稿吗 侯爷 我看您宣纸快用光了 我去拿 侯爷 你怎么都不让人通报一声就进来了 什么时候 侯爷的书房我不可以随意出入了 侯爷在写什么 没什么 在忙公务 你来做什么 这几日天气甚好 切身想学射箭了 听傅大人说 侯爷从小便习得精湛的骑射之术 不知侯爷可以抽空教教我吗 你想学射箭做什么 我也想体会一下苏东坡写的 会晚雕工如满月 西北旺 射天狼的感觉 侯爷也就去尊教教我吗 好吧 走 侯爷好伸手啊 想来在战场上 就是这箭无虚发的功夫 击退了一笛海盗 保护了众百姓 撞我大明军威啊 不知夫人可否听说过一句话 无事献殷勤 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 若无侯爷这样的人 在战场上拼死杀敌 互为一方安宁 就算这天下的文人默克 才高八斗 书法超群 也休想安坐益鱼 施展才华 就好像 若无像你这般 惠致蓝心的夫人 帮我打理家宅 我也就无法在战场上 奔有杀敌 保护为命 我来教你 哇 中了 果然没有什么 可以难到侯爷的 这倒是句实话 再来 其实 关于百兽图 我还有一事想与侯爷商议 哪些人银天 都有柔佛 人是一样的 有理论 也有一个 无论 să me 剩下的就让绣娘来做吧 你也辛苦 该回去好好歇一歇 也好 那师父我就先走了 虎珀 接下来几天 家里要处理的事物 我已经罗列出来了 您拿去 明早交给各位管事 我就放在这桌子 侯爷回来了 他们怎么都不通报一声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 你看你 又要处理家事 又要慰问上界限力 身体哪能吃得消啊 我没事 我看这段时日 家事就留给下面的人处理 不用 侯爷 家中事物繁多 而且牵扯到方方面面 若是无人拿主意 他们谁敢担这个责啊 侯爷放心吧 我能应付过来 可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这么辛苦 不辛苦 谢谢侯爷关心 我现在 就希望这幅刺绣 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 然后获选 这样我们仙灵阁的刺绣记忆 就能广为流传了 还能帮助更多有志于此道的女子 既然如此 那 我有什么事可以帮上忙的 您一直支持我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好 那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这百兽图 有公子的一份辛劳 如今绣好了 务必要请欧公子过来瞧瞧 怎一个好自了得 这万兽节 必定有仙灵阁的一席之地 不过 我提醒的是 定要放在心上 欧公子放心 我已经有对策了 一会儿我就将这百兽图 带回家中保管 夫人 几位姨娘都已经到了 等着给您请安呢 夫人 夫人 看夫人风尘仆仆的 是刚从仙灵阁回来吗 是啊 听闻夫人在仙灵阁 帮着准备万寿节的绣品 可是东卿手上这个 夫人 我着实好奇 要不先打开 给我们开开眼吧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为 玉哥在读文章呢 姨娘 怎么样 去乐山的行李 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姨娘 我家玉哥最乖了 你 姨娘 您为何伤心 为娘舍不得玉哥 姨娘 您别伤心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等我归来 便是我考取功名的时候 嗯 哦 为娘突然想到 玉哥 这一走 一定很长时 都见不到尊哥 你要不要 在走之前 去跟尊哥 道个别 最后 再陪他玩一会儿 尊哥 最爱玩捉迷藏了 你要不要 陪他玩这个 还是姨娘 小的周到 我这边去 去吧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